有客来到姑父妈庙 听着导览员介绍 台南最强女鬼 陈首娘的故事 那是因为她守节 守什么节 守护你的明节 因你不是恶物 相传陈首娘出生在 姑父妈庙附近 丈夫早死 陈首娘不愿意改嫁 受辱之后化为厉鬼 甚至和神明广泽尊王斗法 堪称是台湾最强女鬼 台南人对陈首娘的故事 几乎都不陌生 配合农历七月鬼月 台南市政府官吕局 推出台南最强女鬼 散步导览路线 就从姑父妈庙开始 走访到孔庙节效词 陈首娘排位安置处 总共有七个导览景点 带领游客认识 这个乡野串奇人物 陈首娘是这样 厉苏兄 第一位 为他的官僚 路上的官僚 来建筑 第一个我们说 达到重厉的路上 就是因为印尼不是恶物 也因为鬼故事的场景 都在俯陈旧城区里 仿佛就像是古迹文史巡礼 反而不觉得恐怖 以前我们对陈首娘的故事 都是只是我在连续去看到 但是今天藉由这个活动的话 我们就了解整个来龙去脉 以及他的一些 相关的历史背景 农历七月应景 台南市政府再搬出 最强女鬼的民间故事 透过散布导览 让游客从不同的文实角度 认识台南的另一个世界 民事新闻林居民 陈子平 台南市报道